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平台上讲起那里 我觉得爱好者还是挺多的 因为象棋必须要跟互联网结合起来才行 而且我觉得这样起手能够跟观众直接这种 直接有这种交流的一个平台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愿意能够通过这种互联网 包括很多平台能与观众直接能够互动交流 因为象棋这个项目来说 象棋迷来说有些时候可能理解会比较困难一些 如果有棋手讲棋 然后互动的话观众会觉得更有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解 2016天天象棋 全国象棋男子甲棘联赛的对局 这盘对局是由北京的主帅张强老师 洪先生杭州的胡景瑶 胡景瑶是一位新秀 张强老师大家就太熟悉了 也是我们的老师 对张老师他现在不仅是北京棋院的教练 而且他也是一名运动员 一直征战沙场 今年的联赛本身他主要是不仅行胜工作忙 然后教练也要赛前为大家排兵布阵 自己还上战场在一线 对他今天也是对阵了杭州分院队的小将胡景瑶的时候 他也是亲自上场 然后这盘棋我们之所以为大家讲解 也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也是让大家了解这个下象棋 我们不仅要学习顶尖棋手的这一个具体的招法 更要学他深层的逻辑和内涵 他为什么这么去思考 这么去选择 要像这些理论派大师呢 学习他们的这个思路 这样子下棋嘛 象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 这个变化多端的走法 不是我们说的那种 靠升班硬套啊 死经背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的 好 那我们这盘开始 也是选择了飞向 对 然后黑方呢 是选择了马尔进三开局 这个胡景瑶呢 虽然是一个杭州队的一个新秀啊 但是呢 他这个今年的联赛呢 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 而且这个杭州分院啊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队伍 他们也是今年刚刚成立 而且呢 平均年龄才是18岁的一个 一个一个那个队伍啊 对 而且呢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队伍啊 真的是年轻无极限啊 嗯 所以说这个第一次打象甲 但是呢 是出声牛途不怕虎 对 然后这时候呢 胡景瑶是选择了一个骑马的开局 然后张老师呢 当时是选择了兵七进一 嗯 就这个局面下呢 应该 嗯 对 这时候胡景瑶又选择了这个 炮八平五 环中炮 嗯 其实这个 这个走法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啊 就是黑方呢 选择了先跳马 再环跑 就看红方这个 准备是跳马八进七呢 还是马二进三 就是护住自己的中路 这样黑方呢 再选择马八进七 以后呢 选择从中路可以进行一个突破 突破 火马 把两个马联系起来 对 这是年轻骑手比较喜爱的一个走法 当然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种走法 这个黑方的思路很简单 把两马跳正了 把局一出 这个中路啊 就可以形成一个 呃 战马炮的这么一个呃 呃 阵势 当然了 实战呢 出手比较快 对 实战这个呃 张老师他这个走法挺出乎意料的 他选择了这个炮八平七的这么一个攻击方法 就是我 就先不守住我的中病 嗯 对 对 先这个 直接对黑方的三路线 三路马 叫成威胁 不理我 我下一步兵器紧一就渡河 对 就这种走法呢 其实看似是一个很吸引的一个攻击这个战术手段 但实际上呢 我记得是在12年的这个男子向打联赛的时候 呃 我们北京队我们张老师呢 他也是在对阵当初代表湖北这个老家的这个红志特技大师的时候 也是首次啊采与采取了这个炮八平七的这么一个走法 其实这个走法当初一走出来以后啊 就让大家很惊讶 这个这个本来一般按旗里讲啊 这个挺个七兵就要挑正嘛 但这个开局呢 就直接第二第三步就走了一个炮八平七 这个当时啊 我记得红志特技大师啊 当时选择了是兵武精一的这么一个走法 嗯 对 然后呢张老师呢是兵七精一 然后打僵 然后红老师是打了一僵 五七 然后红方 十四进五 然后选择了马三进五 对这样子黑方中五是加快了速度 那红方呢正好兵七平六 足五进一 足五进一 这个足不能让拱掉 对 这个棋好像双方都过一个足 但是呢就是红方这一走完马八进九以后啊 我们可以看出 这红方这个初子速度并不是很慢 对 然后黑方呢如果按实战他是炮五平二 这个风居 红方呢有一个马九进七 嗯 然后黑方 当时我记得红志老师是选择了主五进一 对 然后兵六平五 对张老师是兵六平五 马五进三 先制住你这个中马 看你这个马什么态度 当然你肯定回去肯定是太委屈了 不好对 所以他当时是马五进三跳上来 这样呢就直接就有一个交换 交换之后马七进五 交换之后红方马七进五 就走到这个局面啊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红方呢虽然就是让黑方 好像很快地过河一个中兵啊 嗯 但是我这个 八路马啊 从原地有着三步就跳上来 对 而且这个马一般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最佳的一个位置 控制的点很多 对 可以兵往下攻之后 可以马五进四 也可以马五进六 两个点 对 而且这时候黑方还要防守红方 马五进七 其实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讲七里啊 你从旁边来看 黑方只是把这个炮 到了前边 然后双方都过河了一个组 但红方的事项补全 马已经踢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位置 对 一个很优的一个点 对 那从这个棋里一看 那红方也是占了一定的优势 对 当时我记得就是 下完这盘棋以后啊 就是赛后张老师就给我们讲解 他自己的自占解说 就说 他就教育我们 下下棋啊 你要一定要积极进取 拼搏精神 对 这个飞向棋啊 看似是一个散手棋 但实际上他也是 那个双方都是暗幅杀鸡的 对 所以张老师这个 抛八平七啊 我觉得应该是 他自己自创的一个 新的一个体系 嗯 这个棋开始的时候 走完以后啊 就是自从张老师赢了 红志特级大师以后啊 就大家都纷纷效仿 然后最近几年呢 也是频频出现了这个布局 同时呢 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比如黑方这时候 先炮一次打一枪 要红方补一手试 嗯 然后黑方呢 还有走这个 居酒坚二的走法 对 先这个 这样子用居 看住自己的三路线 嗯 这个走法是比较多的 但实际上呢 通过了这个几年来吧 这各个高手们 这个经过了 不断的检验啊 不断的验证啊 这个炮八平七啊 这个实战中 红方的胜率 还是颇高的 所以说 这个炮八平七呢 这一个布局体系呢 应该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 一个案例吧 也是 让我们大家就是学习到了 下棋啊 不要这个墨守成规 非常有针对性的一部棋啊 对 你看你的马是在两炮之间 没有一个脚跟 没有根没有子保护 对 是一个薄弱点 你的薄弱点 我就要攻击你 对 这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走法 当时胡锦瑶小骑手呢 选择了向三进一的走法 这也是一个 目前这个应对红方 炮八平七的一个新的走法 对 然后呢 按照这个 以往来讲啊 红方可能走马二进三比较多 就是实战 这个时候走马二进三 看出中兵 对 然后黑方是马八进七 双方正常出子 红方居一平二 出局 再出局 对 然后黑方出局 对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走法 但实战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张老师呢 是选择了 马八进七 先出动自己的左翼 然后黑方呢 也正常 居一平二出局 红方也是出局 红方 居九平八 黑方跑二进四 这个棋不能让红方走到 居八进六 不然黑方会太痛苦了 对 先进套风居 然后这个局面下 对 张老师选择了 依然没有跳马看中兵 对 兵三进一 这也是一个大局观 很好的走法 就是我是两头蛇 先把你黑方的这个两个马 先 对 他是这么看 你这个棋 你基本不可能考虑去跳 马八进九这个鞭马 黑方这个棋 跳鞭马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对 那所以我就先拱下来 就你早晚要这么跳 对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注意 黑方 就是这个炮打中兵 看似是个先手 但实际上 他是个后中先 就是你打完江以后 这个红方 这个马二进三 马二进四 这个点就有了 就你反而呢 就是部署上更慢 会被红方借力 去出大紫 对 我们看实战 然后黑方是选择了 马八进七 红方 红方 不是 对 这时候又走了一步 我觉得是出乎意料的走法 我当时看这个棋谱 我说这个怎么 就先补一手 先把自己的阵型补后 但我后来一看呢 这个在今年这个下奈联赛上 这个冬队的郑维同特医大师 对阵这个杭州队的这个赖礼兄 越南这个外人赖礼兄 选择了跳马 对 选择了马二进三 出狙 然后炮二进二 对 这个走法 这个走法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统式的走法 就是这个既然挺兵了 我就要把我的马跳成正马 对 但是实战效果呢 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 然后我们就是也给大家再看看这个 张老师他是怎么 张老师这盘棋的创新性是非常强的 对 他是怎么有一个创造力 对棋盘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理解 对 理解 对 你想这个冰已经放在黑方炮口里面 很多很多个回合了 对 这盘棋其实给大家讲解 也是想要大家跟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 开局这个变化 对 由棋里 然后去不知一何的走法 不是那种 这个一挺兵就要非要跳正马的这个思路 然后黑方这个也是出局很自然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看红方这个马还不跳 对 当然这时候马二进三可能跳不上来了 对 红方选择了一个炮平三的走法 对 这个 这步棋我觉得也是 看起走到这里 红方一个边马一个马不动 对 就是两个兵两个炮 你的马虽然跳了 但是都在我的压力和威胁之下 我的马虽然没跳 但是你也不好受 我这边也不好受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盘棋 就是按照我们一般来讲的棋里来讲 我觉得就是红方就是走一个无理棋 你跳个边马 你挺两个兵 你把事项一补 你眼睁睁看着黑方这个大子都出来了 对 但是这个局面下 这个难道是不是失先的一个局面吗 然后后来我在我们在分析棋局的时候也发现 就是所以说张老师他对棋的理解 他就是觉得我下棋就一定要积极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局面下 就是我不要下那种非常的这个升班硬套啊 非常这个死板的一些招 对于广大亲密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对 下棋不要固守成规 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局面 去贯彻你的战略意图 因为所说到了一定境界之后 他就无形胜有形了 他是融会贯通的状态 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 这个女骑手啊 要学习的这一个地方 就是下棋就是一看 你这个不管什么阵型啊 你要针对对方而那个走 对方的是双马比较弱 所以你就要走两头蛇 针对了黑方这个弱点来进行触发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我 我觉得就非常考验这个胡锦瑶骑手了 就是他觉得就这个局面 三路线跟七路线都有压力 到底是该怎么走呢 让我们稍事休息 然后大家来再思考一下 一会儿回来 好 各位朋友欢迎您回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胡锦瑶小骑手 他是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反击的方法呢 大家来看七骑 好 这个时候呢 黑方当时选择的是 足五金 没有选择聚八进四 护主也没有再飞一个边向 对 这个向七进九的话 就下成了一个俗话说双飞燕 这个两个边向 这个阵型就是 就简直是太难看了 当然这个他如果飞边向 胡锦瑶这个炮三进四 直接打出去 以后马二进三再跳回 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年轻骑手嘛 一看这个 既然我这个出子快 我就要加快速度 我既然这个三路 七路线呢不好防守了 我索性从中路开始进攻吧 对 红方也是 对 下手不软 对 继续冰三进一 然后黑方跳马 红方 冰三平四 这个时候 一般不要拱啊 你可能多吃一个足 多吃一个足的话 对 正好马五及七跳上来 你让黑方的马路通了 对 这个马一般是属于 位置不错的相间吧 对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 一着急先得十会 这个反而让他马放出来了 这个实战冰三平四 下一步要冰四进一了 黑方也没有办法 黑方也是无奈的一个走法 这个都是 然后红方就吃足 然后这个地方呢 然后黑方啊 小将选择了一个 马五进六的一个走法 这个走法呢 可能就是在我们后来再研究一下 看呀 可能也是 就是说你虽然这个子快了 但是红方这个中兵跟四五兵 对 这两个兵太铁了 这个在以后这个下残局的发展中 这黑方应该是很吃亏的 这么一个 对 这个棋就是 对 黑方是通过我的快速出子 在中局尽量去获得优势 如果要拖到残局 那红方的两个兵肯定是 对 实战如果先这个炮五进三 这个中兵了 可能也是不太 可能马尔金斯或者直接马九进七 应该也可以 对 它有一个马九进七的一个走法 正好有个灯 这个炮很尴尬 那炮五进一 进一步呢 这个马七进五又登上来了 所以说这个编马 对 以后马尔金斯也是一个先手 对 然后黑方你这个时候一看 炮二平三是不是一个先手 在红方有个巧招 炮七平八 平炮呢 这个马还登你炮 下一步你这个马尔金斯可能是 也是不太好防守的 对 红方呢 这个出子速度呢 也是不弱的 对 红方的出子是借着攻击你的子 我就都出来了 对 所以说当时我想这个他马五进六 可能也是想有一个一马换俩像 这个骑士兵英雄 很多鸡皮朋友都喜欢一马换双像 对 气势汹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盘面都会有效果 对 可能这盘棋这个 这盘棋就是 很难有这个一个对杀的一个机会 然后红方这个马尔金斯 然后张老师他也不着急啊 这个正好这个不能这个换像啊 这换像就会飞掉 飞掉 这个一打僵 打一僵 红方有一个15斤六 对 15斤六这个 红方这个架子很铁 把你的炮给兑死了 对 你这个炮平五也没僵啊 这个马都看着呢 这个你要是换掉呢 这个少一个子 中路也没有什么反击 对 所以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点其实也是挺 挺奇怪的 因为气子来讲 一般都是要有后续手段的 你这样的不仅没有后续手段 还是被人直接把一个子又给对掉了 你本来少子又被人对掉子 那你这个就后续乏力了 对 所以我看当时这个齐普啊 这个黑方选择了帕尔金 继续这个施加压力 第一呢是想马六进七 这个有一个二福痴子的 对 第二呢看以后又没有炮平五打中相啊 就这个反击的一个手段 对 就是小将这个面对这个高手啊 这个面对这个自己第一次 就是没有见过的这么一个局面 吓得也是比较凶狠的 这个准备这个继续这个施加压力 但是呢就是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 这个局面处理的还是很老练的 他就先把你这个八路局给对掉 这个对窝居呢看似是亏一线 亏一线 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 在这个盘面 因为虹方已经有了 很牢固的物质补偿 所以他即使亏一线 对 他是 对于整个盘面来讲 他是缓解了自己的压力 对 这个两个兵主要太大了 我觉得这个到后来的时候 到后来的时候 大家一看残局就发现 这个两个兵啊 对于取笑 是非常关键的 对难以撼动的 然后当时呢 这样正好也看住了炮 就把你的攻击力最大的局对掉 我又顺势看住了炮 对 一举两的 所以其实这个炮尔进一啊 这个局面黑方 虽然有这个想法啊挺好 但是可能是很难以实现 自己这么一个 对攻的这么一个决会 就像以柔可刚刚把力道卸下来 对 然后黑方飞边相 因为打着相呢 你这个不要轻易地 先防守一下 丢掉一个相 然后虹方 虹方也是也防一波 对 炮三瓶四 不然马跳不了 黑方跳马 马八斤六 虹方马二斤四 这个都是终局的正常招反 不过就是给大家摆到这里呢 大家也是慢慢 可能是也慢慢能看出来 就是黑方呢 这个虽然我出子快 但是虹方呢 这个两个兵啊 这太厉害了 而且就是虹方这个炮八瓶 齐根炮二瓶三 这个思路呢 是终于得到了一个开展 然后得到了一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收获 现在虽然黑方的子力 子位比较高 就感觉上好像 虹方被压制住了 但是你其实往下看 这个发展前景的话 黑方其实没有 可进一步渗透的 这种战术思路了 对 其实就主要这个 这两个兵太大了 哎呀 这起 所以说当时呢 黑方也是孤注一掷了 先挺个兵 你不理我 我再一步就过河 对 然后虹方选择了炮四平二 然后黑方呢 这个时候 选择了炮五平六 这个也是一个想要 看看虹方这个思路马 是什么一个动作 对 这时候正好不能马四进五 跳马这个G二进六 正好还有一个桌子先手 是 所以虹方这时候 走了一个很老练走法 炮七进一 正好有个桥队 给你交换 对 大家看这个炮 你要是换我这个马 我这个G八进二 可以吃你这个炮 如果你这个炮平八 换掉以后 我先把G对掉 马四进二登上去 不管怎么交换 虹方这两个兵 还有这个七兵和七路炮 都对黑方的三路马 有一个极大的制约 对 所以说从这个开局 这一个很有创造力 很吸引的这么一个开局 获得了成功以后 就往中局 往残局的过渡 虹方都有一定压倒式的优势 所以说就是这个布局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玩味借鉴的 实在也没办法 虹方应该是取得了主动了 对 虹方这个 就是张老师这个时候就开始 既然我多你这两个兵 我就跟你换子下残局 这样子更稳妥一些 你看最开始 虽然黑方子很快 红方多兵 但是你早在这发现 黑方子快的这些子都被对光了 就剩红方多兵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局 也是蛮有意思的 大家也可以 就是自己私底下 可以摆一摆 就是看这个炮八平七 这种走法 给你们的朋友们下一下 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应对 从实战中去感受一下 这套变化 然后黑方也是赶紧 这到了残局 就得尽快谋兵 炮二进三 出子 把自己走协调 然后黑方就赶紧对兵了 这点的时候 我感觉黑方也是很无奈 就是赶紧先减少物质损失 然后再炮九平一 然后再打掉 然后红方 就是看黑方 既然你吃我兵 我就赶紧把自己的马跳出来 对 因为残局 一个是紫的位置 站位很关键 还有就是兵族的 实在的物质力量 对 然后我们大家来欣赏一下 这地儿是怎么一个 控制局面的 张老师的残局的一个把握 对 黑方马二进四 红方炮二瓶九 正好是防止了 你这个四路马的出动 对 你看黑方的这个马 从开始到现在 就没有很舒服的出动过 对 到了现在也跳不出来 然后实际上它是走一个足九进一 然后红方是炮二瓶四 继续一个风阻 这个兵也要被吃掉 所以说大家刚才我们就是可能讲这个开局啊 就是这个炮八平七 炮二平三这个思路 我觉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要多多思考思索 就是这些专业人士 这些理论派的大师 他们对这个棋为什么把中兵给放弃掉 然后来攻击黑方的这个三路马七路马 所以这盘棋我觉得这个开局阶段就值得我们 对 从开局 来学习 张老师对于黑方三七线的两个马的控制和攻击 对 有始至终来贯彻下来 对 这个体系呢 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看残局吧 黑方其实小将还是挺顽强的 炮一平三 然后红方这个 兵五金一 也是顺势吃兵 然后黑方呢 就十次进五 补一手 然后红方兵五金一 然后黑方呢 选择了退炮 对一下 这个红方肯定是要退马 正好退马回来 对 又是相间吧 对 这个主要这个两个兵这个太大了 黑方这个马还跳不出来 正好被压制住了 这个残局可能还是比较痛苦的 马而退三 然后我们接下来 欣赏红方是怎么一个入局 炮八退三 然后黑方选择了 炮六平七 炮六平七 对 然后红方呢 是炮二进三 先将了一军 对 刚才是炮二进三 先将一军 对 然后黑方落相 红方这个时候 对 有一个充兵 黑方在打马 对 黑方这时候有一个平炮打马 这个时候肯定不止打马 还有一个闷弓的偷杀的机会 对 这个在优势的局面下 一定要注意 红方有个退马 黑方马三斤四 这时候红方选择了马五星六 这个吃着炮呢 没办法 只能炮三退一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闪击 对 这个局面下 这个黑方已经 黑方就 对 很难控制了 应该是防线被攻破了 对 赶紧落势 然后红方 这个也不着急啊 就是我不着急 这个吃你香 先把我的位置都站好 这部其实也很好 对 这个你正好没有炮三平七 打兵的机会 打的话可以 兵武吉尼再一拱 兵武吉尼拱马 同时这个炮打相 它这个杀棋 对 丢子 应该是兵武吉尼 这一步走完之后 黑方可能就 对 难逃丢子的恶运了 对 他就先这个飞相 飞相 先打了一 打个闷弓啊 但是也没用啊 这弓方 对 炮三平五江 这是一个巧手 这黑方好像 的确有面丢子 这么一个 对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要丢子了 这个 你觉得兵武平六 这借江的兵武平六 这一步起 对 你不是兵武平六 这个马丢了 那只能把司机武跳上来 但是呢 这继续还有个兵武平六 这么一个杀棋 这个时候 这没办法 对 当时选择了炮三平五 拱掉 打了 这个兵吃掉 打掉 然后换掉 就下到这里呢 我们大家也能看出了 弓方这个 通过这个残局 这个两个兵的一个优势 就是已经 就是 他从优势已经转化到了 一个必胜残局 对 物质力量也得到了一个 这个棋其实没有兵 弓方都是必胜的一个残局 何况张老师还是多了一个兵 对 其实我觉得这盘棋 这个小将 就是虽败有荣啊 他也是从这盘棋呢 能学到了不少的一个知识 从整盘的战略思想来看 虎方就是 攻击黑方的两个马 黑方呢 就是尽快出子 对 但是 以牺牲兵族来实现的出子 可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 其实这个 炮八平七啊 刚才我们说 开局炮八平七 这一个走法 这个体系呢 新的一个体系 一个非常创造力 有创造力 一个非常积极进取的 一个新的体系 可以让大家 仔细再品味品味 对 而且呢 它从中也有很多复杂的变化 然后也有很多 黑方也有很多反击的各种手段 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来学习这个棋举 对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对 在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 黑方也是经过了几步 这个顽强的抵抗 但是实在是 难以这个防守 对 后边的招法就 对 大家可以自行猜解这个残局 好 那接下来 谢谢您的收看 然后希望您以后继续支持我们 谢谢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